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TheWave的頻道 今天就跟大家講一講最近IFA有關Xperia的傳聞 有關IFA將會發佈的Xperia 最近的傳聞都說Xperia 2有3個尺寸 分別是1080P的5.7吋和6.1吋,以及4K的6.5吋 以及會搭載Snapdragon 855 Plus處理器,8GB RAM,1200萬像素,1 over 1.7吋,2G DRAM的CMOS 但根據我們所認知的Sony Mobile,同一個機型以上三個尺寸只會有一個是正確 我估計是6.1吋,而且是3360×1440 至於其他規格,相信Sony Mobile未必會採用 CPU方面,雙上仍然維持Snapdragon 855 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是大量買同一顆CPU,價格會便宜不少 另外一個原因是速度差別不夠明顯 有時間對著一顆新的CPU研究 都不如研究一顆已經在Xperia 1上面,而且市面發售的CPU 看看有什麼改進,到明年才一次過用新CPU 另外就是8GB RAM,因為一年會有超過一部的4K Premium級別手機出現 所以估計RAM和ROM,以及大多數除了螢幕,尺寸,以及電池之外的規格 都會維持Xperia 1的水平,只是軟件方面的升級 而Xperia 1將可以透過軟件更新稍稍稍追近新機的部分功能 至於新的1200萬像素,1 over 1.7吋,2G DRAM的CMOS 目前有消息指出,將會出現在超過4K Premium級別的手機 Xperia Zero上面出現,而5G也會同時在這部加起來 估計IFA有些機會出現,不過要去到年尾或者下年年頭才有 由於時間極度尷尬,所以並未有相對肯定的消息流出 它可能會配備什麼CPU 假如搭載的是Snapdragon 855,或者855 Plus的話,就似乎會比較可惜 但下一代的Snapdragon 865出貨時間,可能好像當年Snapdragon 855 最快要去到3至4月才有,所以仍然要觀望一下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就有空留言按個讚,訂閱我這個頻道 會看到更多的收看影片,以及打開影片更新提示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